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的这两位长得很像 其实他们是一家人 都姓徐 被告席上坐着的叫徐亚飞 对面原告席上坐着的四位是他的弟弟和姐妹们 弟弟徐亚斌 大姐徐祖珍 二姐徐祖平 还有最小的妹妹徐祖娟 姊妹五人正是为了老父亲归谁赡养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如今因遗弃老人不负赡养责任的纠纷 实有耳闻 可今天要说的案例却是难得一见 因为别的赡养权纠纷都是儿女们不养老人 但今天的这起案件 却是儿女们要争着抢着养老人 按理说 争着赡养老人应该是一件好事 可为什么一家人走到了法庭上了呢 按大姐徐素珍的话说 这都得怪大弟弟徐亚斐 因为他耍心机 把老父亲从小弟弟徐亚斌家给骗走了 2016年春节前 徐亚斌突然接到哥哥徐亚斐打来的一个电话 老父亲徐克广已是87岁的高龄 2013年老人生病后出现了老年痴呆症 从那之后 老父亲就跟着小儿子徐亚斌生活 徐家老母亲在2015年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我们从他里面 按照通常叫水修 就当年都叫水修 水修呢我们呢 我们从路上去 等着我急便一点 既然哥哥要尽孝心 弟弟自然也支持 于是2016年2月6日 哥哥徐亚斐就把老父亲接到了自己的家中 他回来过我 就说徐亚斌生日 我在生半之前 把老父亲送回家里 然而春节过后 左等右等 却不见哥哥徐亚斌 将老父亲送回来 结果在生半之后 等到有人 我打了一个怕 所以他老父 我们两父亲不回去了 把我就说我生活了 这事一下子在徐家炸开了锅 甚至专门召开家庭会议 商讨此事 当时在开的时候 年老的一来的时候 你的群里比较恶大 那你为什么把你了就服侍 我们去呢 老母亲求死了 老爸现在我们服侍很好 人家工资也上 你突然的话 你生死案了 你个生死案 你怎么全是不良 按理说 徐亚斌是长子 照顾老人也是应当 但在徐家的长辈和兄妹的眼中 让徐亚斌夫妇来照顾老父亲 却是万万行不通的事情 他住的时候 你叫女儿 你根本就选了成来就可以 比如跟老母亲 什么都不要的 跟他去一把 不跟他去一把 一天不跟他去一把 都不要的 所以我们对他是很不欢迎 他是服侍不好的 为什么 那老年人 留人不服侍 不服侍 两个老人从现象 一二年开始来的时候 在里面住八天 还没住八个月呢 八天你都受不了 就不让他住 原本两位老人一直是在老家 淮安市五里镇生活 五个子女都在淮安市安了家 2013年 老父亲患上了脑梗 被子女们接到了淮安市来看病 然后就说 治疗好了 当时我不是没有正房 我的哥哥有正房 起初得到就是 长年都小区 然而让徐亚斌 没想到的是 仅仅八天之后 老母亲却哭着找上了门 和了母的母亲 原来老大徐亚斌在 无理镇政府工作 老大媳妇开了个店面 专门卖饼 两口子都是早出晚归 家里没人专门照顾老两口 据徐亚斌说 老大媳妇一直就反对 父母亲住过去 所以这八天是摩擦不断 当天徐亚斌就找了车子 把父母亲从大哥家接走了 从此以后 两位老人就一直跟着他生活 大姐说 弟弟对老人照顾的不错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给老人做好饭 就开始伺候老人洗漱 而这个洗漱 对于瘫痪在床的老人 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之后则要喂饭 老人得少吃多餐 要细软有营养 所以都是专门给单做出来的 光药每天就要服用六种 而为了防止乳疮 每隔一两个小时 就得给老父亲翻身 一天得翻五到六次 大姐说 大弟弟徐亚飞 却对父母亲不闻不问 既不出钱 也不出力 特别是母亲去世前 最后一段日子 让徐亚斌至今 仍不愿回忆 我们母亲全是老人 为什么老人 因为他心里饱热 按照原告一方 徐家姐弟的说法 他们的大哥 也就是被告徐亚飞 当年没有孝敬母亲 现在也不会孝敬父亲 所以当徐亚飞 把老人接到家里赡养 还拒绝其他兄弟姐妹 贪望的时候 他们几个人就觉得 徐亚飞肯定是要 拿老父亲做文章 可是被告方徐亚飞 和他的老婆 心里却有着千万个委屈 他们说 自己是实打实的 孝敬了老人 却被其他兄弟姐妹 泼了脏水 而且还受了他们的欺负 几位亲属欲上门抢人 惊动公安110出警 争着尽孝的背后 又有怎样的隐情 五兄妹争负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位是大哥徐亚飞的妻子 沈雪莲 从二月份将老父亲接过来后 他就停掉了做饼的买卖 全天在家照顾老人 2016年3月14日上午 沈雪莲给老父亲喂完香蕉 按照往常作息 他就得出门买菜 可是当他走出家门的时候 被吓了一跳 沈雪莲说 当时楼下聚集了20多人 还有三辆汽车 其中一辆面包车里放了床 这阵势吓坏了沈雪莲 沈雪莲一看就明白 这是来抢老人的 于是他赶紧回家紧锁屋门 等到中午时分 徐亚飞拨打了110 和警察一起来敲门 但沈雪莲就是坚持不开门 因为沈雪莲拒不开门 当天徐亚飞没能把老父亲带走 到了下午 徐亚飞却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 孙女家陈美师傅 已经给你勾了我们 古林太后就有了 等徐亚飞到家后 果林派出所的民警 专门来看望了老人 三月十六日 徐亚冰四兄妹将徐亚飞告上了法院 要求取得老人的探视权 并且老人得有五个子女轮流赡养 每人两个月 既然都想照顾老人 为什么徐亚飞却坚持要把老人留下 还不让其他人来看望呢 在法庭上 哥哥徐亚飞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这里就是徐家儿子徐亚飞的家 位于二楼三室一厅 分别住着徐亚飞夫妻俩 徐亚飞的老岳父和女儿 楼上的房间并没有老父亲的住所 他一直住在楼下 徐亚飞说地下车库潮湿阴冷不通风 老父亲又是老年痴呆 一直卧床不起 长期住在这里实在不利于身心健康 哥哥徐亚飞说 弟弟徐亚飞做专门大棚农用薄膜的生意 所以他经常要送货下乡 而他媳妇也要看门市 所以家里实际上没人陪伴老人 白天徐亚飞除了正常的洗漱吃饭 就把老父亲留在车库里 晚上则是老人单独睡觉 徐亚飞说 他不让弟弟接回去 是无法忍受老父亲在半地下居住 而大姐他们提出的 五兄妹轮流照顾每人两个月的方案 纯粹是在折腾老人 所以徐亚飞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是由他独自赡养 二是遵照先前的赡养协议 由兄弟们轮流赡养 每人五个月 但前提是老人不能再放到地下车库 徐亚飞提出来曾经有一份先前的赡养协议 既然有协议 那为什么还要打官司呢 2016年2月底 因为徐亚飞一直不送还老人 徐亚冰和大姐徐素珍就商量找个中间人 通过表弟给徐亚飞递话说想要见一面 于是二十四日中午 还有熟识的朋友就一起吃了个饭 去看之后呢 我家彪云里就开始挑战这些事情 听到之后 我们把各个人的话唱功语 这地方出在旅行的地方对不对 我说的地方把贾品对不对 听到之后呢 后来我们进入彪云里 还有朋友一样的在场 我们打算一个协议 每个人付出五个月时间 每个人五个月 每个人五个月时间 到半个月的时候呢 这个公司就吹到我家里面 这就是当时签订的赡养协议 上面清楚地写着 老父亲从2016年2月6日开始 由徐亚飞徐亚斌两兄弟轮流赡养 每人五个月 既然当初都谈好了 如今却又打上了官司 是谁临时变卦了呢 原来其他三个姐妹并不认可这份协议 在他们看来 不管儿子女儿都有赡养父亲的权利和义务 徐亚飞把三个女儿排除在外 其实是为了钱 我把母亲不拉一份的工资 都说母亲不拉一份的工资 他不认为要不辞 哪个不拉一份的工资 他不认为要不辞 他这个我叫人家看得很那个吗 很正见 看不起 就说母亲不过去 都拿得起 我就说这说明是你话 我让母亲不过去 不认为要不辞 不认为要不辞 起人 我认为是 对 不能起人 不认为要不辞 都在我去陪伴点 就跟他拿 没想起 他不认为要不辞 但我不认为要不辞 他不认为要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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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他学习看得太重了 这里说到的钱 其实指的是老父亲的退休工资 徐克广是国家公务员退休干部 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有4800元 而如果去世了 大概还有十几万的抚恤金 我把母亲要知道 他就不合资 他就看他为了你的工资 就不资 果真如此吗 徐亚飞说 那都是姐妹和弟弟的猜忌 自己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首先 老父亲的工资 根本就不在他手中 二来 他还让媳妇 把本来非常赚钱的卖饼生意给停了 全职在家照顾老人 徐亚飞说 因为饼店暂停营业 每年还得倒贴2万块的房租钱 再加上本来每月不低于1万元的收入 里外里的损失根本不是老人那每月4800元的工资可以抵消的 在记者采访过程当中 五兄妹都表示 他们打官司不是为了钱 三个姐妹甚至还表示 老人过世后的抚恤金 他们一分都不要 都给两个儿子平分 老大徐亚飞 为了让老人得到更好的照顾 关了饼店 每月少收入1万多块 而弟弟徐亚斌做生意收入也是不错的 这样看来五兄妹争夺老人的赡养义务 还真不是很多人猜测的是为了钱 而确实是为了让老人过得更好 可有着共同的出发点 为什么还打起了官司呢 法官分析 这与血缘亲情下亲人间那种既牢靠 又很特别的信任关系有关 因为家人之间有这个血缘关系 有很多的情感成分在内 所以对对方的要求他就比较严格 徐亚飞说 几个姊妹对自己不够信任 其实自己完全是主动尽孝 现在老人住在有阳光的主卧室里 白天由大儿媳妇照顾 晚上则是自己睡在老人旁边 时隔一个多月后 主审法官郭云洪再次来到徐亚飞家 相比上次老父亲各方面的情况 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我来说你给你看看 这叫什么 等吃过饭吧 等吃过饭了 好的 我们等吃过饭了 把饭吃了再看饭吃 等一等 先吃饭 这个呢 西方法院人 袁玉洪 袁玉洪 有了不大清楚 但是他整个人 这个状态 思想状态 静人状态都比较好 而且能主动给人说话 而且说起来还挺能讲的 主审法官郭云洪在处理家务案件 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是徐家这个案子却很独特 郭云洪刚接到他时就发现他有点问题 四名原告是将探视权和赡养要求 放在一起来起诉的 也就是说徐亚斌四兄妹不能成为赡养案件的原告 原告只能是父亲徐克广本人 但偏偏老人以老年痴呆 没法做出选择 这个赡养案件呢 它的主体就要有特定性 必须就是这个老人 那个原告必须是老人 被告呢 必须是对这个老人 富有就是老人的子女 或者是对这个老人富有赡养义务的其他人 但是这个北岸呢 四名原告的被告是兄弟子没有人 就说这个原告他不具有这个赡养案件的主体资格 诉讼主体不合格 法院就会直接裁定驳回诉讼请求 但是在郭云洪看来 简单的驳回起诉 虽然合理合法 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就考虑到这本人就是一起家庭纠纷 我们想着看能不能通过去说调解的方式 给他解决掉 本案先后两次开庭 郭云洪几次和原被告双方进行背对背的调解 但是双方一直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但是关于旁边这个能流赡养 就是这个方案 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我肯定得出 老人今天帮来吃 不能 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他听着叫我火坑 你说我们不就这样 我们对不起 明天是火坑 你看我们的 老人在喊你地门喊你地门 喊你地门 门在门都愿意了 就现在站在地门 就现在站在地门 刚才我起了第一个小子 从哪里能看出你哥哥也是火坑 哎 他当你 我得子 要对你的姊妹对他了解的很 五兄妹各不相让 官司难判 法院又该如何做出裁决 五兄妹征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为了让这五兄妹达成一致意见 法院决定采取一个特别的形式 2016年5月19日下午 郭云洪把本案的第三次开庭 放到了大哥徐亚非所居住的小区广场上 希望通过这次巡回法庭的形式 对本案有所推动 开庭不一会 四周已经围满了人 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一开始双方就情绪激动 大姐徐祖珍则把矛头直指大媳妇沈雪莲 我跟你讲我父亲大俄病 这是资料够的 我们请凭年营讲话 一位有媳妇学弟 说把我父亲扯完 他起的干干干干干干的 你们谁没接应 我不是 你们 我给你也行 他不凭这件 这件没弄的 你说我父亲的不好 我没给老人控制了 你可以先来到我们去看看 我一身上一个女 以为哪有个老人的事 我没人做到的 你过年五年来做个大套契契契契 你做的我做的比你害 但是我做到的你 做的我都可以解释 你还几个人家 开庭阶段 双方寸步不让 吵得不可开交 法官只能休庭 稍后进行停上调节 而围观的群众也议论纷纷 然而调节开始后 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我做的从老人的女儿出发的话 应该跟他新来狗的爱里边奉执 不然跟他一狗 你非一万一 怎么都把他倒了平常白坏的人来奉执 要从老人的女儿出发的话 我就应该解释 无法案就是这样的 路楼不能说是 因为我父亲真是要去看门 我父亲不能不看门 路楼怎么去看门 他跑的快掉了 跑掉电视子了 他快在那边去 我接一块 在那边跑到电视子了 不在那 接一管来一管 接一圈来一圈 把老人的缺断了 你的意见是 老人不适合在六楼 六楼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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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 因为你是区域的姐姐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的 你先想看你跟他老婆婆 你先想看你跟他老婆婆 你老婆婆跟你不适合 你老婆婆跟你不适合 你跟他老婆婆打破了 一万块钱一个月 你不适合 对啊 这样你就知道了吧 你就懂了吧 你就当家平 让你们调解的 不是让你们在做这样的 你都好意思解的 哎呀行啦行啦 你看看 你叫大家平 你看看 哎呀行啦姐 你看看 你们看看那这圈的 你们看看那这圈的围人 那时间说法案吧 那徐亚宾呢 我也在老大地方 你说老人不适合六楼生活 那你们认为老人适合在地下室生活 不是适合地下室生活 今天地下室 老人去楼不住地下室了 就说老人如果自己生活 你也不给他 你也不再给他住地下室了 那住哪个地方 住楼呢 住你楼上 终于徐亚宾松口 同意让老父亲住楼上卧室 自己去住车库 这一让步使得整个调节打开了局面 很快 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按照徐亚非提出的第二个方案 老父亲有两兄弟轮流赡养 每家四个月 老人在哪家生活 老人的工资由哪家保管 终于纷纷扰扰近四个月后 五兄妹又坐到了一起 并当场签订了调节协议 老父亲的赡养问题 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治国教授 欢迎你习教授 习教授 这些案件当中呢 法官说 如果是关于赡养老人的官司的 这诉讼主体呢 应该是老人自己提出来啊 这些孩子们是没有提出来的资格的啊 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而赡养呢 实际上它是亲属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就是这个 父母和子女之间 可以相互权力义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父母在年老人 这个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就取得了请求子女啊 进行抚养的这么一个权力 那么从权力的主体的角度来讲 因为这个是父母 他才是这个权力主体 而子女呢 本身是这个 权力义务的义务一方 嗯 所以要提起诉讼 要求支付赛养费 要求请求赛养 那么这个权力人就应该是啊 被赛养的人 也就是这 父母一方 赛养呢 它是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因为它不仅仅是涉及到支付什么呀 赛养费 实际上还有一个情感的交流 对老人的照料照顾啊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老人呢 他没有人赡养了 子女们不管他了 但是他自己呢 又是一个失智老人 就是他神志已经不太清楚了啊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不能自己诉讼了 那么谁来帮他申请这个正义呢 一个老人生志不清等情况下 实际上等于他就没有行为能力了 嗯 没有行为能力的话呢 然后他的子女呀配偶呀等 就会成为他的什么呀 接护人 嗯 那么作为接护人的人 可以代理他提起相应的这个 诉讼 作为接护人 他自己就不履行什么呀 对 接护义务接护职责任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关系比较轻易的 其他的情组和朋友 也可以啊 替他来主杀这个权利 嗯 那么如果在没有人的情况下 搭地的这个什么呀 民政部门 这个老人的所在的单位 嗯 单位以及搭地的充委会 居委会 也有义务和有权利啊 来作为接护人 那么代理他来修饰这个权利 嗯 这些案件呢 法官呢并没有按到这个法理呢 就驳回他们的起诉 而是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以说是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个调节 我觉得这个法官这种处理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赞要的 嗯 对于家庭关系呢 它是非常复杂的 法律只是解决一个底线的问题 嗯 家庭关系里边主要是靠相互之间的这个亲情啊 血缘啊 道德 但是没有办法让子女法律 让子女去对父母进到这个情感方面的这个责任和义务 嗯 所以你通过法院的强行的判决可能使双方的关系更加佳化 而是如果通过调节的方式来进行解决呢 使各方都认识到自己在这里边应该尽到的义务 这样的就会使家庭啊 回归的和睦 对家庭关系的这个处理 包括轰迎案件 包括赛养啊 抚养的案件 都啊 以这个调节为主 我觉得只有在调节确实无效的时候 才可以启动这个判决 无子征服的出现 根源还是因为信任 当加上钱财等因素时 信任就变得更为难能可贵 所以 希望达成协议的徐家兄妹 彼此可以多些善意的观察 彼此督促 相信老人会过得更好 家庭也会更加和睦 与此同时 也正是因为子女多互相监督 在某种程度上也保障了老人的权益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习治国教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